反到很大了 才逼著要拘捕他 你說 黃青霞這個例子有什麼公共性 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問題 為了填補這個移民潮的勞動力不足 特區政府是不是因此而放衛星 大幹快上 不理好丑 只要就手 不確實檢查 你說是就是 黃青霞這些是很撤裂的 亦都不見得他很高張 其實很快就已經被人檢查出來 你說什麼Smart Travel 水哥那些 是不是很厲害 其實他們自己的代言人 因為後面有很多人報料 以前也有人中過他招 然後找他報料 因為他有比較大的發言權 所以這件事就得以曝光 那究竟這件事之後問下去 你不是說只是捉騙子這麼簡單 為什麼入境處可以這樣被騙 有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你討論這些事情 你現在建立法會有沒有討論這些事情 大哥 去年10月10日 陳茂波就說 輸入專才計劃已經有超過10萬個 6萬個呢 已經批了10萬個 6萬個已經來港 其實實質是更加少 更加少 因為最後一段時間 這個就是再更新 12月25日 聖誕節那天 去年年底 是高財通的協會說 是不足20%的獲批者 已經來到香港 那獲批者有多少 他說 去年年底 就說去年底 4.7萬宗獲批者 原來只有不足20%的高財 是可以申請來香港定居 一年的高財通的計劃 原本呢 就說 李家超說 目標是每年3萬 3.5萬左右 大概是想著 用三年的時間 就可以填補到10萬 因為其實現在 香港的勞動力 年輕的勞動力 只說年輕的勞動力 已經走到14萬 好 其實就算你補三年 也補不夠 但是 這班人 是不是即時可以 可以起到一個填補作用呢 在數字上 可以騙到人 是不是 我發現有一個食物鏈 人家 就是你想騙人 李家超想搞高財通 騙人 就說 移民潮沒問題 不能怕你移民潮 你走多少 我沒有多少 但是 黃雀在後 這件事 就是 螳螂報仙 黃雀在後 你想騙人 人家黃青霞騙過你 我記得 Facebook裡面 都有些人 留言 是 香港政府的 沒落父二代 想幹一番事業 通常都會遇到騙子 處處碰壁 這個是去年年底說 4.7萬人獲批 但是 真的來到的話 只有20% 喂 兩樣東西 你看不見到 這個數字有出入 嗯 原本 陳茂波說 十萬宗獲批 六萬人來了香港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最後 這是什麼 高財通人士 高財通協會 高財通協會 就說 4.7萬獲批 應該多些 到年底 多了 兩個月 為什麼只有4.7萬獲批 然後 不足20% 就是多少 4.7萬 你按一下計算機 一萬多 高財通最後 高財通最後 就是 萬多人 只是估計 沒有真的 Case by case 去跟進 那時候 香港很多 僱主協會 已經說過 喂 你高財通 我歡迎 但是為什麼你不跟進 那些個案 你不看回究竟有多少 其實是一萬都沒有 一萬都沒有 是啊 即是你成了20% 是啊 是一萬都沒有 那所以 你就對數 現在呢 就跟你說 今天呢 就是統計署 公佈的人口數字 就是現在 哇 人口有增加了 是不是啊 較前年增加了 三萬人 啊 我們止跌回升了 我們人口 是不是啊 連續兩年有增長 呢 真掌呢 就起碼走去低谷 是吧 但是相對於 你陳茂波 原本很開心 笑到這樣的樣子 去公佈 十萬人 就獲派六萬人來香港 條數呢 保不保得上啊 現在是說 是較前年增三萬人 即是兩年裡面 才增加三萬人 但是你說 輸入人才計劃 是有六萬人來香港的 嗯 為什麼這麼少呢 最後呢 為什麼這麼少 當然一定是 債走的香港人更加多 是吧 是吧 那事實上沒有啊 這六萬人裡面 最後最後 就被這個高財通協會 踢爆 其實就是一萬人 都沒有 你剛才計算過 嗯 4.7萬獲批 20% 申請來港定居 嗯 然後呢 他們有困難 就在於什麼呢 就譬如 這個高財通 來到香港很落幕 這個人是 他呢 就是IT人才來的 他帶了一家人來的 嗯 他就說 以前呢 就是做IT 曾經去到美國工作 早年碩士畢業之後 去美國工作 又去內地大學任教 八月申請來港定居 但是 找工作的時候 就知道有困難了 他自己的技能就是 C加加 嘩 這麼舊的東西 好像很歐啊 現在好像不是C加加 好像叫P那個什麼 曹太仔去學 Python 曹太仔去學 Python 這個內地叫馬龍 香港都有的 可能政府 政府零四歐 香港政府 現在好像還在用 班友 還在搜尋 Yahoo 他就說 但是呢 職位又不多 以前呢 內地的收入 都是五十萬左右 年薪五十萬 年薪五十萬的話 即是 都未到三萬元一個月的 現在他看到很多職位 很多崗位 可能每個月就月入三萬 你說失不失望呢 肯定會有些失落 這樣算 如果內地是五十萬 香港 就叫六十萬 是吧 每個月入三萬 即六十萬 是多於內地十萬 但是問題就是 在香港 那個 住屋 所有的生活成本很貴 所以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為什麼會下來呢 純粹要存錢的話 當然 他們下來當然有原因 起碼就是 香港的簽證 是有優勢的 我查爾斯林補充 斯嘉嘉這幾年有些復甦 也有些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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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倫就說 馬龍的兼不認識 這是他們內地的俗語 我們已經打定輸數了 在香港由低做起 就是為了現在讀小六的孩子 可以報讀 報考相對教義的DSE 這些就是這樣想 我自己 你下來 錢就一定跌了 錢又少了 雖然你說 賺的人工 名義上是多了 但是 你在香港 變相 那個可支配收入 一定少了 是不是 就是各樣東西 你子女 你又補習 是吧 香港瘋了 有很多的興趣班 那類型 就是說 為了現在讀小六的孩子 可以之後 讀DSE 其實最重要 他說 用DSE 擁有港澳新身份 考考內地的大學 就容易一點 講一講 最後也是出國 怎樣 他說 空杯心態 什麼叫空杯心態 應該用普通話 讀才明白 空杯 空杯 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明白 就是我認為 在內地過往的履歷和經驗 可能對於 我在香港理解 就沒有幫助 是吧 我們可以承受 因為對我們現在而言 更加多的目標 是小朋友求學 都是為了小孩 都是為了小孩 所以你說 最重要 我們就講 你找高財通 你想填補的人口 大數你填補到了 但是 都不合理 兩年才增加三萬 去年陳茂波還在說 六萬人來香港 增加三萬 到最後 怎麼算 走過九萬 如果純粹以加減數來算 是吧 就是 走過三萬 其實那條數也不是真的 這條數也不是真的 被人踢爆了 經常在說 高財通數字 哇 真的超標達成 但是最後其實就不是 最重要的就是 你對香港的經濟 帶來幾大的貢獻 嗯 是不是 兩方面 第一 勞動力上面的貢獻 第二 就是房屋需求上面的貢獻 是吧 很多人就不租樓了 走了 是吧 香港有樓沒有人租了 起碼你不買樓 但是你見過中原領先指數 就不斷在插底 對 而問題就是 這班高財下來之後 你說就說 香港的失業率很低 而事實上 現在就是維持在2.9%的水平 嗯 但是呢 你看 你說細數 但是 你現在你說 雖然失業率低 但是呢 其實不證明香港的經濟好 很簡單 因為呢 你現在失業率是低 很低 是吧 2.9% 但是最重要呢 我們就是看勞動人口數字 你現在勞動人口的數字 是多少呢 它裏面也有說 對了 勞動人口和總就業人數 是進一步下跌 兩樣東西在下跌 勞動人口跌了1.200萬 總就業人口 又跌到379.97萬 啊 你這樣看 其實香港的GDP 整體的經濟Size 是在小的 嗯 就是現在你經常說 想 谷高的來需 但是 最重要就是你看 哪些人可以消費 是吧 哪些人 是核心家庭裏面 去做出經濟貢獻的人 那你最簡單 你見香港通界 不要說那麼多數據 你只是下街看看 通街都是兩頌飯 你感覺到什麼事 是啊 很簡單的道理 我不理你 大話怕 大話怕計數 你經常說 找了多少高財通上來 不是啊 剛才高財通協會 不是啊 很少人下來 因為經濟很差 對吧 香港你說失業率低 其實就是 走的人更加多 嗯 所以呢 你要見到 起碼 因為 移民潮 本身 有就業能力的人 那些勞動人口都遷就了 所以是令到整體的失業率低 但是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看香港的勞動力人數 是嗎 就業人口有多少 最可怕就是你看到他們跌 而你就業人口跌著 勞動人口跌著 那麼 那個內需呢 內需的power一定跌的 嗯 購買力消費力一定跌的 連帶你住的需求都跌的 這個就是香港經濟的基本面 你看到大陸人 你看到大陸人 剛才都在說 那些所謂的專才 下到來 覺得他可支配的收入少了 他自己本身都會緊縮過河包 那他就加入了 去到一起去買些兩餐飯 是啊 是啊 那現在是李家超 是吧 嗯 還在這裏 就是在這裏自欺欺人 還笑得出的 現在還在這裏 真正最高端的都不會再選擇香港的了 什麼政府業界 和從業業各有角色 我們就要共同應對和把握最新的情況 政府就負責帶來人氣 人氣是假的 我剛才和大家對數了 人氣是假的 陳茂波說的那些 那你高端人才呢 其實你反而 你看到兩樣東西 是矛盾的嘛 你吸了十萬的高財進來 你批了十萬的高財通 但是香港的就業人口是少了的嘛 不升反跌的嘛 你不要跟我說人口有多少增長 人口增長 而勞動力人口是減的 那就是說 這個是很錯 這個是很壞的訊號 就是告訴他們 人口多了 反而是少了人去養他們 嗯 少了就業人口嘛 你是更加少的人去做事 去養一班多了的人口 那就是說 Dependency rate 是高了 是嗎 也可以叫做人口老化了 是嗎 這個是社會負擔是大了 是嗎 這個社會負擔是大了 我都說了 你再引入那些什麼 大灣區護士喉都不會插的 那你死吧 又說人氣要變財氣 人氣就假的 財氣就更加不要說了 啊 啊 增加自身競爭力 吸引力 啊 你現在還在說這些說話 自欺欺人 如果你真的這麼依賴什麼 旅遊業啊 這麼依賴消費的話 那你就看澳門 顏寶江也有介紹過 澳門那邊為什麼這麼快復甦 就是因為他知道不可以再做島 不可以再吸引大陸的那些走資派之後 那麼他就全力去到改變自己 成為一些歐陸式城市 嗯 然後就希望用以前澳門的各個歐陸風去到吸引 一個東南亞有錢了的 那些什麼越南啊 泰國啊 那些遊客上回去 上回去看 那些叫做以前保存在泰國 越南失傳了的那些歐陸風格的東西 嗯 但問題是你問香港 還有沒有這樣的賣點 或者你這麼說 香港從來的重點 真真正正賺大錢的 其實就不是旅遊業 其實就是金融和地產貿易 現在說的 就是當你de-risking的時候 貿易首先死了 然後你再說金融和地產 這兩樣東西 大家以為是百業之母 但問題它只不過是血管 當你沒有貿易去到輸血的時候